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请高委员志鹏咨询 寻答时间15分钟 请毛院长 请毛院长 我延续刚刚何委员 所关心的 逐字稿里面所提到的这一段 提到说 演习 灰蛋的问题是反对党 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贵方采取一些 有善意的具體行動 應該可以減少這一類不必要的批評 這段話我們來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馬英九的意思是說 在台灣有兩種聲音 有執政黨的聲音 有反對黨的聲音 反對黨會批評會認為軍演飛彈 這個是需要批評的 而執政黨是認為不需要批評的 這是第一層的意義是這樣 應該沒有錯吧 第二層的意義是 因為反對黨會抗議 所以希望貴方能夠採取一些行動 那如果反對黨以前沒有抗議過 未來不抗議 那麼就不必處理 邏輯推演上第二層的意義是這樣 第三 可以如果有處理 有一些善意的具體行動 就可以減少這一類不必要的批評 他講的是不必要的批評 所以有處理了 這樣的批評就沒有了 而且這個批評是不必要的 這聽起來實在是 匪夷所思 我想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後面還有一段 如果他這樣講是說 是因為反對黨常常批評 那麼就表示執政黨不會批評 我想這後面還有一段 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當中 台灣民眾對安革的注意力感到特別深刻 大陸方面應該要正確了解 後面還有一段 台灣就是兩種聲音 執政黨就是不用批評 這個解讀我們不同意 這個解讀我們不同意 然後因為反對黨抗議 所以請他們要處理 這個解讀不同意 後面還有一段 以前沒有抗議過的話 那麼就不用處理 沒有這個後面還有一段 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 台灣民眾對於安全跟住員 感受特別深刻 大陸方面應該特別了解 他要正確了解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切 如果不必要 那為什麼需要處理呢 那為什麼要遣少呢 所以 這段話會讓大家覺得 我覺得要接到下面那段話 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 台灣民眾對於安全跟住員感受特別深刻 這段話是廢話 這段話不對 大陸方面應該特別了解 我覺得不要斷前面一句 你把後面一句也加進來 所以 事實上這個問題 表達的是 像這樣一個安全問題 跟尊嚴問題 是我們 台灣所有人民 都感到重要 都感到關切的問題 他們要正確理解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就我們作為民進黨的黨員 常鑽同志來看 我們其實應該感謝滿久 他提醒了 所有的台灣人 甚至提醒所有世界 在台灣因為有反對黨 因為有民進黨 有這樣的一個提品 所以 你要把後面這句也加進來 不要斷章取義 所以才需要重視 不然的話 如果就 整句話來看 整句話來看 國民黨就是無所謂 飛彈多一點也沒關係 沒有沒有 要整句話來看 不要斷章取義 坦白說 我們要因為這個 特別感謝馬英九總統 因為他向全世界人 提到了 如果在台灣有一群民進黨 有一群反對黨的人 是對中國的軍演 對中國的飛彈 是有意見的 我們不同意這個解讀 事實上這是全體台灣 全體台灣人民對這個問題 都安全跟軍演 後面還有一段 所以我說不要斷章取義 什麼斷章取義 這整段話也是他寫的 主治稿你說你也看過啊 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 台灣民眾對安全跟座員 感受特別深刻 大陸應該特別了解 這句話要一起看嘛 一起看啊 但是我還是注意到這一段啊 我沒有看到後面以後 就覺得前面那個 然後我特別強調的是 我還是要 重點就是 全體台灣人民對這個問題 都表示嚴重關切 有一群人不會中國 不同意這個說法 有威脅 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 什麼不同意這個說法 每一次中國大陸有演習 我們都會 這個陸委會都會 這個表示說 希望他們不要有針對性 所以我也沒有問你啦 我們是特別 就這個問題 特別再強調一遍 既然可以 我們不同意這個解讀啦 滿久了這樣的說法 要整段來看 不能斷上去 其實我不敢代表 所有民進黨黨員 我只就我自己 作為一個民進黨從政同志 特別提醒 特別借這個機會 這是貴委員的解讀啦 感謝滿久 我們不同意啦 我們不同意啦 向全世界提醒了 在台灣 你是不同意什麼 你不覺得民進黨 後面有講啊 這是我們全體台灣人民 大家共同的關切 不是嘛 我現在只跟你講說 我現在問你是說 滿久特別提醒說 台灣的反對黨 是對軍演 對飛彈是有意見的 這個沒問題吧 後面這句話 就表示說 這個也是全體台灣人民的關切 沒有 他講的 團隊長常常用來批評的口實嘛 我們要整句話來看 我是整句話來看啊 表示反對黨的意見 只是一部分 你也不用辯駁 我還是在這邊 至上最高的協議 謝謝滿久 提醒了全世界 民主黨在台灣 所做的堅持跟努力 我們不同意這個解讀啦 然後 院長 我們接下來要來問 一些有關社會企業的問題 坦白說就這個部分 還是要對 院長 其實算是這幾任的 院長裡面 有特別注意社會企業的 你也把你的公館 作為一個 捐出來 然後來做 這樣的一個管設 然後希望能夠 打造一個社會企業共同聚落 那 未來說要開放社會企業團體進駐 那 也說 11月要推出社會企業的活動 那 社會企業活動一直在推動 一直在推動 然後最近也 說國發基金要匡列10億元 作為社發基金 計畫為期三年 那 當然 跟國發基金匡列了200億來 做併購基金來講 相對的是 比較迷你 但是 至少出奇先匡列的實力 我相對來講 社會企業它所需要的資金 比較少 比較少 但是 比較少 但是 你還是得決定說 你要投誰 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希望 用 創投 的方式 接著創投的基金 那我們就要問 那他評論的標準是什麼 是獲利呢 是 其他的評量標準呢 到底是什麼 就是 如果 他所提的企劃裡面 是以獲利為優先 還是社會影響力優先 這些 我們沒有看到有 是我想這個 謝謝委員關切 這個 我想這個問題 對我們年輕人講很重要 我們多年輕人 他們就是有理念 那麼他希望就是說 他這個 能夠做一些 讓他有 有實現有限 這個我都研究過 我研究過 我現在只問的是說 未來這10億 那他投的標準是什麼 比如說 ABC三家 你是要看他的 他所提出的這個 財務報表裡面 他的 是要獲利優先呢 還是社會影響力優先 那社會影響力要怎麼評估呢 有沒有一個什麼標準 我想基本上 就是說我們認為 用傳統的創投來講的話 對他的這個 回收壓力太大 還有IPO的壓力太大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 這種創投基金來講的話 要投資他的話 最主要就是說 他基本上能夠維持他的 自給自足 然後他的這個 我知道了 他的企業的目的 我的重點是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制定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不只是在這10億 未來再投哪一家 某一家 比如三家五家 其中要挑一家 來投資的時候 的標準是什麼 是他獲利能力特別高呢 未來可以回收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 利用盡快回收 來繼續 讓這個基金 繼續投資別人 還是說 他強調的是一個社會影響力 我不曉得 有一個 社會影響力 這樣的一個標準 就是所謂的社會影響力投資 到底有沒有要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標準 或者 只是要看財報 因為一般來說 社會企業他的財報一定都很難看 那獲利可能也不高 甚至他很多獲利是要回到一個公益 所以他不應該 是用 這個 只是用 這個 財務報表 單純的這個獲利來看 甚至於 我們看到了 他其實還應該有 我們藉這個機會 如果能夠建立起一個 社會影響力的一個 衡量指標的一個系統 的話 他不只 對這十億 未來的 投訴 有幫助 對其他NPO 也等於是另外一種評量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們有國內的教授 提案 希望建立這樣的標準的時候 科技部應該說不用 不用建立這樣的標準 我想這部分不是科技部在辦 好啦 不管吧 我知道是這樣的情形 那 政府部門是不是應該盡快去 正義這樣的指標 我講完一點 如果能夠這樣的指標 不只現在的十億 或者以後更多的錢 要來投入的時候 他能夠真的有一個標準 我講的具體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有ABC三家 有的獲利比較高 有的他的社會影響力 其實是 是比較 是最 未來是比較長遠 他的真正符合社會企業 的一個精神的時候 但是 那你到底要用什麼標準 這個標準如果就可以建立 世界各國 其實都在建立這樣的一個標準 這樣標準如果建立起來 甚至於 就 未來 所有的NPO 都可以一起拿這個標準來評估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宗教 或者這些大的這些基金會 他到底 吸納 收取了這麼多國人的捐獻以後 到底實際 有沒有在做 這個社會的公益的事項 他的效益到底在哪裡 他只是拿來蓋他的廟 蓋得更大呢 還是 來做一個 這個會員的一個資格的區別呢 所以這樣的一個標準 現在看起來 是有需要的 就是 不只是這十億 未來在投資上面的選擇 可以有所依循 他甚至 未來可以讓很多的NPO 讓很多的公益團體 也因為有這樣的標準存在 讓國人在 我選擇要捐 捐錢給哪個單位的時候 我可能更有依循 所以這樣的標準 是不是應該 我想兩點報告 第一個就是在委員提到說 看財務報表 實際上財務報表 是已經 事業已經開始經營了 往往是在他事業經營前 他要有一個構想 然後那個時候就需要錢 那個時候怎麼省 不是說財務報表 所以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當然就委員講說 有些NPO 他將來事實上也 未常沒有機會 轉化變為社會企業 那但是不是所有的NPO 都可以轉化 因為有些NPO 他不收錢的 他的福祉不收錢的 所以這裡面 我們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 整個社會影響力的 衡量指標的一個系統 跟一個影響力的報告 然後讓他來建立一個 一定的透明度 當責度 我們會讓社會系列專家 大家來討論 好不好 我們會讓 推動社會系列專家來討論 是不是要開始討論這個東西 你現在說空了一個十億 十億或許不多 那他已經開始要有一個標準 是不是藉這個機會 開始讓整個平良的標準 可以藉由政府的 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 來做 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 那 是不是應該建立這個標準 是不是應該來研究 我同意 我同意要建立這個標準 你同意吧 因為是 你剛才講了一副 政府已經做了很多 坦白講 我要說台灣實在做的還不夠 你相較於其他 我們社會企業 有些已經新貴了 已經創貴了 也有這樣的 他直接到 會買市場 他去目擊 也有成立 我先給你講個數據 當然 社會企業在歐美發展比較早 英國當然最早 我們從英國來講 根據2013年 整個社會企業商會 它的統計 英國一共有7萬家的社會企業 它整個社會企業的生產值 大概有240億英鎊 大概新代幣一兆多了 可是你看 如果就福大的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來看 甚至就經濟部的公 經濟部的這個登記資料來看 公司名稱包含社會企業有47家 扣除5家已經解散清算 只有42家在營運 即使根據 那個福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說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主要目的的 大概也只有200家 為重要目的之一的 大概只有1000家 光是從這個加速就看得出來 台灣其實還真的落後很多 跟委員報告 我們台灣真正的強項是NPO 我們希望將來有些NPO可以轉型 變為社會企業 那這樣的話 整個陣容就會很壯大 所以標準的所謂社會企業 目前確實在台灣還是有牧牙級 台灣的NPO你覺得 是強項嗎 我們希望能夠讓它催化催生 你強項嗎 坦白說 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如果可能只是 因為某某宗教 它的基金會 看起來很大 可能就捐錢了 但是你沒有這些評量標準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他拿了錢 是不是去買軍火商的股票 是不是去做了什麼其他的投資 也不知道 所以我意思說 我們做的還不夠 如果要有這個標準以外 還要 還要希望能夠跟世界接軌 我舉個例子 在新加坡 它可以在烏捷路這麼 繁獨的路上 可以用政府的力量 來弄了兩棟建築物 來做社會企業 來讓這些青年做 co-working space 台灣呢 其實我覺得 原緩 原緩其實是個最好的事 我們到底有沒有做到這麼多 而且它都有專責的部門 來對應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大概只有 馮苑政務委員在督導這個事情而已 比如說在新加坡 它如果是跟青年創業的 有關的 它是文化社區青年部主責 如果是弱勢團體跟老人相關議題 是社會跟家庭發展部 就它都有特定專屬的部門 有專人有專款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剛開始 我們當然剛開始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院長 我剛才也肯定過你 立任院長至少是你 至少把官社捐出來了 至少開始有注意這個社會企業 但是真的還不夠 真的希望能夠跟國外多看齊 能夠真的做更多的社會企業 我們會看上去 好 請許委員少平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也許各位